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那麼他的環島拼自國鬥 要不要衝出支持者的士氣 今天的行程是來到高雄 那麼今天在高雄可以看到 現場相當多的支持者都到場立體 那麼賴清德在台上制止的時候呢 也特別強調要建設高雄 並且要展開這個區域的平衡 那麼他也提出包含三大主軸 還有九大建設要來建設高雄 讓高雄成為南台灣 相當重要一個發展的一個縣市 先帶你起來聽 未來我會和陳其邁市長 跟八位立委共同合作 支持高雄成為科技大臣 雙港大臣 以及便捷大臣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未來我將透過三大主軸 九大建設 讓高雄成為海洋國家的首都 大家說好不好 好 第一大主軸 最放心前進大南方 好可以提到賴清德呢 強調這高雄要成為一個科技的大臣 還要成為國家的海洋首都 那麼賴清德在這個現場啊 可以看到呢 記住了這些建設 最主要透過這次的環島的拼自活動 那麼到各個基層去 那麼也要透過建設來爭取選民的認同 另外呢 他也針對呢 這個海軍有三名的官兵呢 落海失蹤 那麼他也表達關心 那麼現在呢 政府都會盡全力來收集